我们的模拟靠谷现场呢 大约有600平方米左右 是用白线来框起来的一个叫小方格 叫做碳方 一般是五成五米的一个范围 是我们考古发掘的一个基本单位 尽量是手臂用力去这样的发掘 对对对对 一定要平行图面 因为有可能你在清理的过程中 会发现古代人类活动的一些遗迹 不够小心翼翼的话 有可能就会把它当作垃圾一样清理掉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们考古学家 它在工地上一蹲就是一整天 野外的考古学家 他们面对的还有蚊虫的叮咬高温酷暑 有时候在冬天里的作业 手会直接暴露在这个空气中 是非常非常冷的 考古人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千万不要把考古的盗墓混为一摊 这里有一个金光闪闪的 我们现在改用刷子把它刷出来 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么一点点就已经开始要用刷子了 对因为我们不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下铲的话 有可能会把它弄坏 把它刷出来 可以把它周围的这个土先清理出来 想象一片羽毛 这样子轻轻的轻柔的把它俯开 这边我们把它的轮廓刷出来 以方便我们对它的提取 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个杯子可能的话 你大概需要15分钟可以把它找出来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漫长的过程 像我们大明宫现在经过了60多年的发掘 但是仍然有学者推测 如果我们要整个发掘完大明宫的话 我们还需要200多年 考古的现场的工作人员的话 他在提取的时候是有一套严格的工作流程的 需要戴手套 但是因为我们本次只是一个模拟考古现场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把它拿出来 这样双手去拿 对对对 小心地把它拿出来 对对 那么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呢 其实可以知道我们古人生活的社会的方方面面 那比如说我们大明宫的考古发掘 就帮助我们认知了大明宫这个宫殿 它当时被称为千宫之宫 宫殿面积非常的宏大 大约有3.2平方公里左右 同时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古代 比如说我们古代皇帝 他究竟吃的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